豹人拿起乾坤圈,身上的伤全部好了 大喊一声,我要去京城 这乾坤圈就带着他一路飞到了京城 这时候,国师给豹岩城送来了毒酒 豹岩城死前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国师能放过儿子豹人 国师也大声喊着 你儿子就是我拿到京平的最大障碍 不弄死他,能行吗 豹人看到自己爹娘被这道士马上要害死了 就冲过去 道士还想拿扇子戳死豹人 没想到豹岩城替他挡住了 就连延峰也让道士随手一挥给咔嚓了 然后道士一声令下 京城的豹家也遭到了暴力屠杀 豹人目睹爹娘惨死 在乾坤圈的法力下瞬间觉醒了 豹人又在乾坤圈的带领下 飞回了杭州 这可比坐船快多了 他刚回到杭州 乾坤圈就开始发光 看来是有大事要发生 果然他回到家 发现满院子全是尸体 找了一圈 终于在走廊里 找到了奶娘和暖暖的尸体 这时候他发现奶娘手里死死攥着小青的发簪 就认定这都是小青报复奶娘 让他娶暖暖才干的 他将他们报家的守护神 老茶树惊喊了出来 得知小青现在在雷锋塔 就白素贞 越是赶忙跑向雷锋塔 此时的小青正拿着剑 疯狂的砍雷锋塔 法海尖撞 赶紧用金波 罩住了雷锋塔 小青对着雷锋塔周围的佛光 一顿狂轰乱看 最终还是被佛光阵伤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你 你却变本加厉不知好歹 竟然坏了我几十年的修行 我今天就成全了你 让你和你姐姐作伴 法海跟小青从雷锋塔 一路打到了这深山老林里 也没分出个胜负 这时候 爆人追他们追到了这里 并出手救下了小青 法海看自己徒儿不帮自己 还自讨没趣的去打小青 没想到被爆人一脚给踹飞了 你看 法海已经爆人来了 于是就拿出了 偷露小青的那段视频 我真的没有爱上他 我只是觉得亏欠于他 想要补偿他而已 世上最大的罪恶 是自欺欺人 竟然 世上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放得下呀 姐姐 你放心 我对天发誓 绝不在乎抱人 有任何的牵扯 如果有违背 甘愿放弃五百年的道号 臭和尚 骗我发下毒誓 今天就算我放弃这五百年的道号 也要跟他走 法海看这样都对付不了小青 于是又放另一段视频给他看 这段视频还是有杀伤力的 爆人拿着小青的发簪 质问他为什么要杀了奶娘 任凭小青怎么解释也不听 一切之下 竟然拿起簪子 扎向了小青的脖子 可是小青连躲都不带躲一下 既然你认定了我是杀人凶手 那你就把我的肚子划开 看看蛇蝎心肠 到底长什么样 纪公告诉爆人你误会姑娘了 真正杀人凶手不是他 别被这兔驴给骗了 他那些视频都是剪辑出来的 不是完整版 可是在报复家丁的眼中 都是小青的身影 要不说你怎么是个凡夫俗子呢 这里除了你 谁不会幻化个人形啊 小青驴吵架吵得最后 无非就是女的一心求死 这时候静瓶却掉了出来 爆人看到静瓶 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瓶子 还真不如摔了他 说着就要去砸了静瓶 那么静瓶会被砸碎吗 且看下集分解